有没有这种想法 有两亩地 我们这位草帽哥厉害 大家看一下有两亩地 好 那么这里我再说一下另外一个 就是资金链断裂 资金链断裂它是一个什么原因 资金链断裂它会导致一个什么呢 它会导致它这个叫赠债券 房地产债券 房地产债券进行违约 房地产债券违约以后 又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会导致法律诉讼 好 我一点一点的讲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恒大爆雷这个事情 恒大爆雷是2018年的时候 我们习主席当时提出了一个政策 叫房住不炒 好 房住不炒就后面 就国家相应的就出来了一些政策 金融政策叫什么呢 叫三条红线 什么叫三条红线 就是说我现在这个银行对现在的房地产公司进行评估 评估完成了以后呢 我对现在这个房地产公司进行一个贷款 比如说现在这个房地产公司现在它的资金链现在处于一个比较紧张的情况下 我不能对它进行贷款 这是这是最差的一种 等一下看一个微信 好其次呢就是还有一种呢就是房地产它这个它现在的这个资金链呢属于中等的这个状态 那么我呢这个银行呢对它的贷款只能有百分之五十 然后就是像万科这种资金链非常好的 我可以给它贷款百分之八十 那么这里头这里头我稍微说一下区别 就很多人就不太理解这个到底什么意思 我就这样跟大家说吧 其实像中国的所有房地产公司 它这里面都是有大量的贷款的 我就以恒大为例 恒大呢它会做一个什么呢 它会做一个叫隐形债的东西 什么叫隐形债呢 在这里我打个比方 比如说恒大的这个它的这个皮带哥叫什么来着 恒大的皮带哥叫什么来着 大家还记得吗 恒大老板叫什么 他不是叫皮带哥吗 同学们还记得吗 我一下忘记了不是王建宁 王建宁是万达的 许家印对 许家印他呢打个比方 我在这里只是打个比方 许家印呢手上有100万 当然肯定不止100万 我在这里只是打个比方 他在湖北的一套一个地区 地区买了一块地 买了一块地以后呢 他就然后呢 他就跟某某这个建筑商说 你把这个房子 我现在已经把这个地买下来了 这个省批号也拿到了 现在呢 你帮我把这个房子给修起来 修完了以后呢 我把其中的几栋楼给你 然后到时候卖 好这里面就注意了 因为当时房子非常好卖 只要你能建起来 不愁卖不出去 所以这个房子很容易就找到一个什么 就是那种建筑工 建筑工的这个跟他恒大许家印进行合作 然后就把这个楼修起来了 然后在修的同时呢 许家印就拿了这一个楼的这个 楼的这个合同 这个合同 我刚才说的是在湖北 又跑到江西某地 不说哪个地方 因为咱们只是打个比方 然后又跑到江西的某地 然后跟银行说 你看我在湖北有片地 这片地呢价值200万 你看你能不能这样 你给我再贷200万 然后呢我在江西这个地方呢 再买一块地 然后修套房子 那个江西的银行一看 真的 湖北的这套房子 湖北的这套房子在修 然后地也确确实实是拿下来了 那么给他一评估200万 可以 那我现在就给你贷款200万 如果你这个 如果你到时候你这个房子 江西的这个房子爆雷了 我可以用你湖北的房子进行抵押 好 那么他就在这个江西呢 就拿了一块200万的地 然后用这种方法继续炮制 然后又找了一个江西的开发商 你给我把江西的房子给我修起来 修起来以后 其中江西的几栋楼你拿走 我呢就赚其他几栋楼的钱 好了 他现在呢手上呢 就有江西这套房子的这个产权了 他就把这个江西的这个产权呢 又跑到云南去 然后跟云南市的某一个地级市的一个政府说 你看 我在江西有一套房子 有一套这个地产 你能不能给我贷款400万 贷款400万了以后呢 你看 我你如果我这个云南这个房子没有卖出价格 你可以把我这个江西的这个房子进行抵押 大家发现什么问题了没有 大家发现什么问题了没有 他这个就叫做玩杠杆 大家听懂了吗 这个就叫玩杠杆 他用一开始的100万撬动了一个亿的市场 这个呢我在这里说一个数据 就是许家印的 我们就说恒大 恒大现在被爆出来的 像这样玩了 玩了多少次呢 玩了630次 玩了630次 什么意思呢 就比就像我刚才打的这个比方 先从湖北把这个房子带了江西 再从江西带了云南 再从云南带了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依此类推 一共是撬了630次 那么那么这里头就存在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房子好卖 一切都不是问题 如果这个房子突然有一天不好卖了 大家想一下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 产生一个连锁反应 什么连锁反应 你比如说我最后的那个地方 我现在要求要收回之前的 就是你当时不是抵押江西 比如说云南的房子 打比方云南的房子 云南的房子现在不好卖了 那云南的银行 它要去收江西的这个房子 一去收才发现 我靠江西的房子里面 它这个空壳 因为它是带的是湖北的这个钱 明白这个杠杆的这个道理了吗 所以许家印的为什么它是最先爆雷的 就是因为它杠杆玩的太多了 一套房子一套房产 就是一个这个包括这个地 包括拿地的就这一套 它带了630次 大家可以想一下是个什么概念 就是很多的一些地方 可能往前追往前追 往前追就追了自己 就是银行自己都已经追晕了 他都不知道这个 这个最源头的那一笔钱 到底是谁出的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吗 就相当于我从张三那里接笔钱 然后张三又从李四那里接笔钱 李四又从王武那里接笔钱 你往后追往后追 你就不知道怎么去追了 所以就导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导致了银行跟着一起爆雷 最近有很多的一些银行 不是取不出来钱吗 对吧 比如说南京银行 大家听说过了吧 南京银行还有一些小 小这个有一些小城镇的一些银行 也取不了钱 就是我记得是哪个地方 荷兰的吧 郑州的啊 郑州的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银行啊 荷兰郑州的 反正就是郑州最近总在出妖娥子 这郑州的什么银行也是 就是什么 就是它可能它的这笔钱 就是源头其中的一个杠杆之一 所以这个房地产爆雷就导致了现在很多银行出现的问题 比如说现在我说一下 就比如说现在最恐怖的几个小的银行现在都是不能动的 大家现在手头上有钱 千万不要放在小银行里面 什么村镇什么农业 什么村镇银行 某某地村镇银行 这种地方千万不要存钱 宜存你都不知道你钱到最后到哪去了 红马取不了钱 这位同志还是挺了解行情的 是什么农村银行 白山我记得你就是荷兰郑州的嘛 对吧 你说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啊 白山你不是郑州的嘛 好了这里头呢 我们刚才说哪里了 就是这个许家印呢 其实说一下 所有的房地产公司全部都是什么 全部都是在玩杠杆 他不是说不是说许家印在玩杠杆 全部的你看碧桂园 碧桂园现在也不行了 家造业也不行了 现在中国的所有的私人私人的都不行了 现在你包括还有一些国营的 比如说像绿地 绿地是上海成建的 它是上海的国有企业 它现在也不行了 我之前交了一个学员 他在江苏买了一个绿地的一套房子 浪尾了 直接跟大家说浪尾了 我绝对没有造谣 这个我们这位同我这位朋友都还 还在我的这个微信里面 他跟我说痛苦死了 怎么痛苦死了呢 房子要造交 然后呢 这个房贷要造交 然后呢 房子迟迟不动工 没办法 所以来说呢 这个 好吧 这里面有机会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为什么会导致烂尾 按道理说应该是不会烂尾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房子和这个银行之间 它是有个抵押贷款的 但是这个抵押贷款呢 后来被挪用了 这个大家可能听说过 就是如果这个房子没有完工 有一部分钱是要放在银行里面 就像我们在买阿里巴巴这个货物的时候 我没有收到货之前 阿里巴巴是不能把钱给这个商家的 按道理说就是这个银行啊 它其实是做了一个阿里巴巴这个工作 但是呢 中间出了一些问题啊 我们后面再来讲啊 这个我就不再展开了 好 那么现在呢 就是导致了连锁 有爆雷 刚才我们就说的这个 首先第一就是房租不炒的这个政策 导致了三条红线出现 三条红线出现 然后本身房地产是在玩杠杆 然后就导致了另外一个事情的出现 就是资金链断裂 资金链断裂就导致了 烂尾和这个叫什么 叫房地产证券 房地产这个证券的这个叫违约 那么这里头呢 就连锁导致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说一下北上广深 刚才草帽哥他主要问的就是 一线城市北上广深这三个地方 现在房子怎么样 首先说一下深圳 我本身本人也是在深圳嘛 所以先说一下深圳 深圳的情况非常糟糕 直接告诉大家 我朋友之前同事上个月10月份吧 11 7天的时候去看了一下房子 有一些新房基本上腰斩 6.5折7折在卖 有一些二手房基本上腰斩 也已经腰斩 比如说按照5折来卖 那么这里头我稍微说一下 就是深圳 深圳首先它是最激烈的 它为什么最激烈呢 就是深圳最近有一个 有一个房产税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过这个税了没有 这个新闻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过没有 从明年的2023年的1月1号开始执行 我看一下这个税总 然后这个税呢 现在特别恐怖 我说句实话 它有各种一些调节 各种专家在里面进行一些解读 我就随便说两个 第一个就是以深圳有一套500万的住房为例 那么如果这一个人 这一家的人有一套500万的住房 那么他每年要交4万5千块钱 注意是税 是税 光交税要交4万5千块钱 好吧 这第一个 还有就是最近深圳的 还有一个税要马上出来了 叫房东税 房东税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当时一看 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 叫在广州深圳有一个叫什么呢 叫卖房制导价格 卖房制导价格 什么叫卖房制导价格 比如说到这个在南山区的这套房子 我现在给你定价 你只能以2万块钱来进行卖 那么你在报价的时候 你只能在2万块钱到 比如说在1万5到2万5这个区间 你可以进行这个买卖 好 有人可能就觉得 好吧 好吧 就讲到这里吧 我刚才我们的图图小姐姐提醒了一下我 好 看大家还有什么东西 北京移植有房东税 这个稍微说一下 就是房产税其实之前也都有 像比如说重庆 上海 深圳之前也有 但是现在的这个房产税和之前 前几年的房产税不是一个东西 不是一个东西 他们两个是两 完全是两码事 完全是两码事 原来是地方政府自己制定的房产税 现在是国家 就是中央制定的一个房产税 所以不是一码东西 所以不是一码东西 所以看我们1月1号之后 深圳的表现吧 好吧 我就说刚才就讲到这里 我就不点声了 就是我直接做个结论 后面的后面的这个应该来说会 房地产应该会走低 越走越低 走低到什么程度 这个不好说 至少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房地产的底部在哪里 至少目前现在来看 现在绝对不是房地产的底部 好吧 只能跟大家说到这里 就是北上广深 我现在深圳是看的比较明显的 北京相对来说可能会好一点点 但是环金的房价现在在降 环金的房价 燕金 燕金环金房价在降的导致 就会有一个传导时间 中间这一块会被慢慢的传导到的 好吧 它需要一点时间的 上海现在非常奇怪 上海我稍微说一下上海 上海跟其他地方还不一样 上海现在是豪宅的价格在降 就是商品楼的价格在涨 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比如说现在一两个亿的那种别墅 它现在在降价 降价的幅度还挺大 然后现在比如说像就是几千万的那种 就是那种一般住宅 它反而在涨 所以来说上海又是一个特例 王生强说是在降 都会失去动力 这个东西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好看到这还什么 我刚才已经把这个话题 有些话题还是不能凋生 虽然咱们现在没有在大平台了 但是在个人小平台 我还是觉得有些话不能输得太那个 大家理解一下好吧 好白山说 许昌的还是周口的 抄底恒大的都够了 什么意思 流连四华 我查了一下是渝州新民生阵营行 白山 白山大家还记得吗 是我们之前里面学的最好的 好看到这还有一些什么 什么话题想聊的都可以拿出来聊 你包括这里面有一些什么技术不懂的 大家也可以聊 咱们现在时间还早7点半 8点钟结束吧 现在还有20多分钟 看他还什么想聊的 看他还有什么想聊的 来 繁地产我觉得只能把它拆开来来讲 因为繁地产这个话题非常非常大 咱们一个个拆开里面都可以掰出很多的一些细节出来 就包括这个楼为什么不封顶 这个东西就是就是很多烂尾楼 它是在最后的时候 它是在最后的时候就是那个了 咱们为什么不学stardest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逆子 为什么不学逆子 你说的是那个A1里面那个新插件呢 A1里面那个那个插件是吗 没有没有必要 我觉得是这样 影视上面的技术够用就行 影视上面的技术够用就行 相对来说 咱们实话是说相对来说 影视上面前期拍摄的技术 是优于后期技术的 影视方面呢 其实你看白山说的对的 其实主要是套模板 声音忘关了姐姐 影视的后期技术主要是套模板 我不能说全部 但是呢 我觉得大家现在能够接触到的等级 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刚才不是说了 85%的公司都是做企业宣战片的 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 其实85%的公司 基本上就是套模板用的 因为企业宣战片 不需要你做的有多好 套模板够用了 它主要还是在前期拍摄这一款 所以来说呢 你的软件用的多流逼 其实说实话 并不是那么重要 并不是那么重要 好吧 所以跟大家说一下 好 还有什么问题 姐姐说两句了 看你刚才逗猫逗得挺好 老师你之前不是有整一个摄影课程吗 是的 然后现在没教了 那个没教了 我现在不都辞职了吗 现在不是有其他老师在教吗 我就不管了 还什么 老师 你说 老师 说一下汽车芯片这方面的 还有汽车 那个 就是现在汽车 如果缺小芯片 它会 走向 哪一方面 就是最控制这方面 它会怎么一个走向 你是叫什么名字 新政济省 不是我说你那个微信名叫什么来着 因为你说 新政济省 我就叫你了 好看到了 好是这样的 首先你这个芯片这个事情涉及到最近有个新闻 但是最近这个新闻国内没有报过 我不知道你听说没有 就是最近有一些汽车像小鹏 我就是看不到了 现在有一些汽车的芯片现在买不到了 所以导致这些汽车的这些公司用走私的芯片 再进行改装汽车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行为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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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看到我查来查去都查不到 我之前好像说过的吧 在我课上面 你说过一下 我也问过一下 那时候是我问你不是有一个人去了中心吗 你说他已经辞职了 所以现在我想继续了解一下 如果他走了以后 那个汽车芯片到底又有一个什么样的走向 比如说放那个24以上还是28以上的 还是走私啊还是什么样的 先说一下现在的 那这里头要说的话这里面涉及到的东西又很大了 首先第一就是美国的芯片制裁法案 芯片制裁法案 就有一个专家说了一个这个话 我把这个话我给大家找出来 因为这个话不是我说的 我首先要确定不是我说的 我这种啰啰算什么呢对吧 我说的话也没有意义啊 所以来说必须是一个大咖说了这个话对吧 所以来说我们来看一下是谁说了这个话 就是啊 这个人说的啊 不是不是这个这一个一个这个好像是一个什么 我記得是一個華為的副總裁 還是哪一個 反正他本身是個做芯片的一個專家 他說了一個這個話 把中國的芯片打回到世紀時代 先說一下這個法案是什麼東西 如果你要不了解這個法案 你肯定就沒法理解 後面的這個中國芯片 對於後面這個 這樣說的話這太多了 這三個話題三個小時都說不完 我就簡按言 研制的聊一下 首先就是在9月份的時候 美國出了一個芯片法案 這個芯片法案的大致內容就是 不允許中國生產28nm還是24nm 我看一下是多少nm 這個具體我不太記得了 應該是24nm以上吧 好 那我們就24nm 那就24nm 好 這裡就不說了 就是24nm以下的 就是不能提供任何的技術和人員 這裡頭就涉及到一個問題 涉及到一個什麼問題呢 就是芯片 那如果24nm以上的怎麼辦 首先說一下24nm以上的 中國是具有掌握能力的 所以24nm以上中國可以正常生產 但是24nm以下的無法再生產了 中國呢 現在只有兩種方法 第一 自己生產 第二 走私 好 這裡頭呢就涉及到我們現在說一下自己生產 自己生產就涉及到另外一個話題 什麼話題呢 之前我跟大家說過 就是芯片呢 其實在冷戰的時候 其實蘇聯和美國走了兩條不停不同的路 蘇聯走的是叫晶體管 美國走的是芯片 我也有機會再跟大家展開講這個裡面的一些內容 那麼這裡頭呢 最後晶體管完敗芯片 現在的俄乌戰爭 大家都看到了一些新聞 比如說什麼新聞呢 俄羅斯的軍隊跑到烏克蘭去搶劫 搶劫什麼呢 電冰箱 洗衣機 他搶那個東西幹嘛呢 他搶裡面的芯片 因為現在美國聯合著所有的一些西方國家 其實也沒有那麼多西方國家 其實就是什麼 美國 日本 英國 沒有 美國 日本 那個韓國再加中國台灣省 這四個地方聯合著這四個地方 不讓這四個地方進口俄羅斯芯片 就這一招俄羅斯到現在已經被打的打成什麼樣子 大家現在應該也慢慢也都知道了 已經死了10萬人 也都死了10萬人 烏克蘭那邊可能就死了 1萬多人 10比1的這個比例 所謂來說 而且經常會有一些視頻 就是一個導彈飛出去 然後誰知道就飛回來了 直接把自己的陣地給炸了 俄羅斯的 這是什麼 芯片不行 所謂來說 現在俄羅斯到了一種什麼程度呢 他們現在沒有芯片 他們幹嘛 他們要跑到烏克蘭去搶一些洗衣機 把洗衣機裡面的芯片 把它塞到導彈裡面去用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 這種仗怎麼打 好了 這裡面我們再說一下 就是說 基本上 自己研製 俄羅斯不行 中國呢 可以研製24拉米以上的 好了 再說一下走私 走私呢 最近有個新聞 我之前也跟大家說過 就是最近比亞迪小鵬這種汽車 他們這些汽車呢 因為這個芯片的制裁 所以呢他們芯片現在很緊缺 很緊缺導致了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這些芯片緊缺了以後呢 它現在還要造車啊 因為這個車子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零件 芯片是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零片 特別是這種電動汽車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電動汽車是依賴電的 它像這個汽油缸的還不一樣 所以就導致了電的 那就更依賴芯片 所以像我剛才說的 像比亞迪小鵬 其實都是電動汽車相反的 像那種比如說像奇瑞啊 像這種汽車相反的還還好啊 沒有遇到特別大的 這種新聞的問題 所以來說呢 就是小鵬這些地方 他就走私 從越南走私一些芯片 然後這裡面 然後這個新聞為什麼被爆出來呢 是因為他從越南走私這個芯片 不合格 就是這個芯片 量品率不高 什麼叫量品率呢 一般來說就是 就是生產所有的電器的時候 它有一個測試 這個測試呢 就稱之為量品率 就比如說我生產了一個手機 我是要看 我是要放在一個測試工廠裡面 進行測試的 測試100次 如果這個手機能夠增長開機 那麼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到市場上面 進行購買 那這個東西呢 叫量品率 那麼如果量品率高於6%到8% 基本上這個東西就很難在市場上生存 比如說有個電影 大家看過沒有 奇蹟笨小孩 那個奇蹟笨小孩 那個叫那個 那個四個人 四個名字的那個小孩 那個演員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他不是拿著那個芯片 就是那個從手機上面拆下那個芯片 跑到那個公司 那個公司其實就是什麼 華為 他的原型就是深圳的華為 他跑過去不是跟那個老闆說 我這個芯片 我把它塞下來 你把它買了 然後那個老闆直接說 你這芯片的量品率肯定很低 我不收 你們看過這個電影沒有 你們看過這個電影沒有 沒有 哎 我都沒激情講下去了 同志們 奇蹟笨小孩 你們 沒有看過 看過了 兩千十一年的 就這個電影嘛 這個叫什麼 一箱千禧 它裡面就涉及到什麼 良品率的問題 它裡面就有良品率的問題 就是我現在從這一個 從這個走私的手機裡面 焊出來的這個芯片 它的良品率到底有多高 那麼低於92% 基本上都屬於良品率很低的 那麼現在比亞迪 我看到上回那個新聞說的是 它的良品率低於85% 那這基本上搞鬼啊 也就是說100個芯片裡面 其中有15個可能都是壞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就可以看一下這個電影 今天你們就可以看一下這個電影 這個我覺得描述的挺現實的 那裡面那個人就是任正非 那個老闆就是任正非 好吧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所以你看很多東西它是 它是連在一起的 它不是說單獨成立的 好吧 然後這裡頭就 我們繼續往後說 就是然後這裡頭就 說到這個芯片後面的這個 如果你要是讓我來說 這個中國的芯片後面會怎麼樣 我剛才已經說了兩條路 要不就自己生產出一種新的方式 一種是走私 走私基本上不靠譜 現在這一條直接給斷掉 自己生產我覺得 最近有一個新聞叫什麼呢 叫什麼來著 芯片 芯片叫什麼 就是類似於像 毛主席那個時候的一個口號 就是大家一起都做的那個東西叫什麼 大家記得嗎 有一個新聞 地理更生 不是地理更生 類似像這樣的一句話 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 叫什麼 人多力量大 對 類似像這樣的話 就是 這是人多力量大 我想起來了 那個叫什麼 這個這個詞經常會用在培養運動員上面 這個詞經常會用到培養運動員上面 這個叫什麼 這個詞大家還記得嗎 國家 國家什麼 我忘了 培養運動員我們經常會說一句什麼話 就是比如說我們把一個運動員要培養起來 用這個 用這個什麼 國家的 國家的力量 動糧 國家動糧 不是 國家動糧 不是 等一下 我查一下 這個確實它有一個 最近有一個政策 這個政策就是 就是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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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了個事了 就是 哎呀你們你們的記性不行 我的記性不行 我的記性不行 我老了 你們的記性也不行 同志們 所以來說 你看很多東西你可以 你可以 等一下 舉國體制搞芯片 來 就這個新聞 舉國體制 這不是我在這裡編的 是真的 自己看 自己看 9月8號那個的 你看運動員 他也叫舉國體制 對吧 所以我剛才為什麼說這個運動員 他是這個 明白了嗎 那麼其實現在就是說 中國準備選擇第一條路 就是走私那條路 基本上不可行 就準備走舉國體制 搞芯片這條路 能不能成 我在這裡不做評價 你們自己去放開老洞 自己去想 好吧 然後呢 我說一下就是 目前 像之前我就是我 2000年 2019年的時候 我就非常關注華為 關注5G 目前來看 5G基本上已經廢掉了 5G基本上已經廢掉了 現在已經沒有 沒有人在提5G了吧 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有人提5G嗎 就比如說 我現在用5G幹嘛 沒有了 或者說我要買個5G手機 現在沒人在提的 沒有了沒有了 沒有了 身邊的朋友 各各都不提5G了 對吧 5G 5G基本上已經被淘汰掉了 所以來說呢 現在已經是6G了 現在是6G時代 就是用這個 愛隆馬斯克的這個 新链計劃 再做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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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了 它現在直接從 就是國外呢 直接從5G 跳到6G 現在5G呢 中國現在已經被廢掉了 所以來說呢 看這個 看這個舉國體制 能不能把芯片搞起來吧 這個我也不知道啊 我只能說 把這個現象告訴大家 好 看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沒了 沒了 沒問題了 是不是講的很枯燥 讓大家都想睡著了 那又沒有 沒有嗎 沒有 老師講講現在的快銷品成列了 什麼 講講什麼 快銷品 對 快銷品 快銷品什麼 成列 快銷品這一塊有沒有 有沒有研究 快銷品 那其實就屬於消費網塊 對啊 消費網塊 其實現在快銷品最多的 無非就是什麼可樂啊 這些玩意 其實你要這樣說的話 那不就屬於 那不就屬於 我要看什麼 那就看這個唄 消費電子 其實就是快銷品 無非就是第一個就是生活快銷品 那比如說像可樂啊 豬肉啊 這些東西 一方面呢就是就是手機 那這裡頭手機我之前跟大家講過 手機是在降價的 豬肉是在上漲的 這裡面就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10月份的CPI 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你們可以回去看一下這個電影好嗎 同志們 這裡面 我把這個東西跟大家講了以後大家就聽懂了 大家就可以看懂這個電影裡面的很多一些內在的東西了 比如說我剛才說的什麼那個是認證飛啊 然後這裡面壞品率啊等等諸如此類的一些東西 你們都可以在這個電影裡面找到它的原型 10月份CPI 就這個東西嘛 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你們看得懂嗎 這個能看懂嗎 因為我們看股票 我們都是要每個月都是要看這個東西的 看這個報表 這個東西你們看得懂嗎 我看不懂 有沒有人看得懂呢 看不懂 你剛才是剛才哪位朋友提的 咱們就不說同學了 就說朋友 哪位朋友提的這個 提的這個快消品這個問題的 是哪位同學 朋友 沒人說嗎 好吧 好吧 這裡稍微說一下 就是你可以 我不知道你這個快消品到底是什麼快消品 都在占價 居住在跌 你看啊 咱們來分析一下這個10月份的CPI 首先我說一下什麼叫CPI CPI呢稱之為叫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啊 居民消消費跟它相對應呢 還有一個CPI 一個是CPI 一個叫GPI 一個叫CPI 還有一個呢 叫另外一個叫什麼 一個CPI 還有一個叫什麼來著 還有一個叫國家生產指數 國家生產指數 它也跟什麼 哎呀我一下子忘記了 然後這個生產資料指數 我們待會兒有機會 我給大家講股票的時候再給大家講吧 就是我們可以從這裡面可以看出 它的一些苗頭 也可以判斷出後面這個趨勢 你看啊 食品煙酒上漲了5.2% 然後衣著上漲了0.5% 居住下漲了0.2% 然後生活用品及服務 交通服務 教育娛樂 醫療保健 其他用品行業 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面消費最多的是食品煙酒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衣著這些東西 消費非常低 然後居住消費最低 這裡面說明了一個什麼問題 這個數據說明了什麼問題 這個裡面我們要拿同比來比 拿同比來比 我看一下這個同比和環比的東西 工業生產者 這是工業生產者指數 我要找的是這一個 居民消費者指數同比和環比 這個在這裡 大家看一下這個 看一下這個 先說一下這裡面的同比和環比的不同 你可以看到是兩條線 環比呢是黃色的線 同比呢是指藍色的線 這個大家能看懂嗎 可以 好 我在這裡再說一下環比和同比有什麼區別 環比呢 它是十月份 也就是說環比呢是比到九月份 那注意環比是比上個月 十月份的價格是比九月份的價格 這叫環比 同比呢是指去年相同的時間 也就是2021年的十月份 能不能理解 可以 好 我先停一下 因為講到這個地方就已經非常枯燥了 是不是大家聽到已經瞌睡流了 同志們 大家是不是已經有瞌睡了 或者說已經 沒有 沒有 沒有嗎 沒有瞌睡 說嘛 就靜靜地聽著 好吧 我再確定一下 就是你們認為這些東西對我們的生活會有什麼影響 就是我們 我今天給大家其實講了很多乾貨的新的東西 就是這些東西你們認為對你們的生活會有一些影響嗎 對我個人來說呢 那個 那個什麼樓市跟汽車方面的對我個人有影響 就是我今天給你就是說的這些知識 就是對於你未來的一些判斷會有一些正面的影響是嗎 對 對 以後那個判斷可能要參考一下你今天說的這個意見 對不對 對 因為我覺得你說的很準確的 不用說 沒有 我們只是什麼呢 根據這個事情判斷出來這個結果 然後呢 我們要根據這個事情的這個變化 要一直的修正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得出未來的一個結果 但是呢 我們稱之為叫概率 就是說我認為大概率 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七十 它是一個概率 未來的事情沒有發生之前 它永遠屬於概率 好吧 工資沒漲沒漲消費上漲了 好那這裡的我繼續說吧 看來大家還挺喜歡這個內容的是嗎 老師明天晚上上課要講些什麼 大家希望我講什麼我就講什麼 好來 咱們就把這兩個先把它講完吧 我會在股票講股票的時候 我會專門給大家講一下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裡面要進行細分 要進行細分 細分完了以後我們再進行 就是我今天只能給大家講個大概 然後這個講股票的時候 對它進行細分以後呢 可以精選出國家後面會選擇的一些板塊 進行扶持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相當於國家 對於行業的一些風向標 來看一下同比 同比呢就是10月份比去年 也就是2021年的10月份 它降低了2.1% 那麼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代表著今年的消費 今年的10月份的消費 比去年下降了 好繼續我們繼續看 環比環比代表什麼呢 10月份比9月份 10月份呢也下降了 看見沒有 那麼這裡頭就代表了一個什麼呢 今年的雙10 10月份行情應該是非常慘淡 那麼這個事情大家自己去驗證 因為這是國家統計局給的這個數據 這應該不會做假 你們可以自己去驗證一下 比如說你可以問一下這個中介 你們10月份賣房賣的怎麼樣 然後你可以再問一下 你們區域年10月份 你們賣房賣的怎麼樣 然後你再可以問一下 明年你們這個今年的10月份 跟今年的9月份比起來 賣的這個房子有多有少啊 這個你都可以問一下 那麼通過這些數據呢 大致有一個譜 首先這是一個大的數據 我們再進行細分 首先這裡頭我們再進行細分 就是細分到這一塊 再進行細分到這一塊 這一塊的數據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大家有一個什麼感覺 北歷很大了 我們先看一個最高的 最高的是煙酒食品 最低的是居住 這兩個事情就代表了一個什麼事情 大家用你的邏輯來分析一下 你來猜一下 就是如果現在大家都指 就是對於居住沒需求了 如果大家對於居住沒需求了 只對食品有需求了 說明什麼事情 白山說天天隔離 快遞停運 發災多消費券有什麼用 這位同志都已經被封 封的已經開始有點Lug了 好 那這裡頭我們是不是能得出一個結論 老百姓除了吃飯 其他我不消費了 會不會是一個這樣的結論 嗯 那麼這裡頭就存在另外一個問題了 你要知道 如果老百姓出了吃飯 沒有其他消費 說明什麼問題 說明經濟有問題了 說明現在老百姓為了溫飽而活了 你嫌了 這個能不能通過這個邏輯 能不能推得出來 通訊大家你們覺得我這個邏輯 是不是正確的 是的 對吧 你看所有邏輯 就是咱們是用邏輯把它推出來的 就是我們現在通過這個數據 我們用邏輯把它推出來 然後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沒有這個居住上面消費了 居住消費分成兩個 第一個租房消費 第二個買房消費 買房現在我們不說了 那現在買房很慘大 租房現在也不行了 說明什麼問題 來 你們來推一下 是不是說明生產企業的很慘大 很慘大 跟租房有什麼關係呢 那你打工的都走了 那你還租什麼房呢 是吧 對 比如租江山九州嘛 你比如廣心啊 深圳啊 東莞那些 你沒有 沒有內地的那些打工的人來租房景 你那個房景放在這裡有什麼用 你有一百套也沒有用嗎 是吧 一百套啊 除非你是把它賣了 不賣你 拿著那個房景拿來幹什麼用 對不對 對啦 我的理解就是這樣 我們這位草茂哥非常厲害 草茂哥 是草茂哥吧 非常厲害 確實是這樣的 我稍微補充一下 我稍微補充一下 其實這個租房呢 因為其實是不納入我們這個消費裡面的 因為它不交稅 不交稅呢 一般國家很難查到這個消費 所以來說呢 這個不消費的這個東西呢 一般是查不到 然後我說一下 它這個租這個居住裡面呢 主要是賣房和租地的成本 賣房這個很好理解 就是我現在把萬科的房子賣出去 這個就叫賣房或者是轉手 這個都叫賣房 還有一個叫租房 這個租房呢 注意 不是我們打工者的租房 大家一定要清楚 不是我們打工者 因為我們打工者 在租房的時候 比如說我 經典 我在深圳住 我自己沒有房子 我在這邊住的時候 我是要交房租的 但是這個房租 是不會納入到國家的居民消費裡面的 因為我是直接把這個錢給了房東 房東是絕對不會跟這個國家去上報這個稅的 所以國家並不知道 這裡產生了一筆這個深圳的這個租房的消費 那麼這個租房到底是什麼呢 告訴大家其實很簡單 是主要是針對於廠房的租聘 大家明白嗎 主要針對的是廠房的租聘 什麼叫廠房租聘呢 比如說現在有一個企業 他現在有一個企業要租一個寫字樓 那麼這個就屬於這個企業的寫字樓租聘 這個是要上報的 你跑不掉 然後你比如說現在我一個工廠 我現在可能在廣東東莞這個地方 我現在可能要開個寫廠 那麼我可能現在租一個廠房 那這個廠房也是要申報的 這些東西是逃不掉的 所以它這個東西降低了說明什麼 它這個東西降低了說明現在的很多的一些工廠 現在已經在退租了 也就是說現在很多的工廠 我們可以大膽推測一下現在很多工廠在倒閉 或者正在倒閉中 你看這個邏輯對不對 那麼我們結合剛才的這個 結合剛才這個 結合剛才這個食品煙酒和這個居住 我們現在就可以理解成是怎麼樣子 現在所有的人都已經不在出行 然後所有人只為生存溫飽在活了 原來我是為了一套房 原來我是為了去某一個地方打工 然後現在這些廠房們 現在這些企業們可能都已經倒閉 或者正在倒閉中 所以我現在只能在家裡面就是吃點飯 喝瓶啤酒 就只能做一下這些事情了 好吧 所以我不知道我這個信息能給 好 好吧 我這段時間都開始自己種菜了 你是哪一位 王生強嗎 白山吧 是白山說話嗎 好吧 這個咱們咱們那個還有什麼問題 我就不再展開了 因為這裡面還要涉及到一些其他東西 我們其實可以是可以 可以更加細化的分析到這些 是我說的老師 還草茂哥 你繼續 我說我現在都開始自己種菜了 現在菜都買不起了都 最近主要是豬肉價格在上漲 我看到有些地方豬肉都已經漲了兩倍了 我們這裡的生鮮蔬菜都比深圳跟廣州那邊都貴 你是哪個地方 上頭這邊啊 上頭 這邊豬肉一斤都三十來塊了 哇 二十二嘛 我昨天買的二十二 呵呵呵 這邊是三十二 有的地方二十八 有的三十 這還要涨 橘子去年同期的價格是八毛 我上次買了是兩塊 翻了將近三倍 那個生菜啊 那個蔬菜 現在一斤都五六塊七八塊了 廣州現在疫情是不是很嚴重 不知道 我現在沒在廣州嘛 老師你回來沒有 我回來沒有 回哪裡呀 你回國內呀 我看你的朋友圈在國外 三分鐘就搞了兩百美元 我還在深圳 我還在深圳 馬上我馬上準備出去旅遊一趟 是準備出去旅遊一趟 這麼嚴重還能到國外去啊 有有辦法吧 防護措施做好嘛 因為現在你要知道 你像做隱私也好 做什麼也好 它都涉及到一個問題 人在哪裡 你在哪裡做 你比如說你在深圳 你在深圳做 你在廣州 你在廣州做 其實是沒有區別的 只要有一台電腦 有個網線 你在哪裡都可以做 對吧 它跟這個什麼影子行業還不一樣 這個大家要理解吧 老師你應該對咱們國家這個芯片這一塊了解一下 然後對國家出奔利 你現在腦子太好了 沒有沒有沒有 過獎了過獎了 我只是看了一些新聞 然後進行一些自己的分析吧 沒有沒有太多那個 像我們這種就是 但是你分析的很到位 也很有道理 也對 看看後面這個局勢吧 我覺得這個也不一定會 一定就會向我這條路上面走 這個我只是說提出了一種可能性 但是這個可能性到底會不會發生 並不知道 並不是確定 對吧 對啊 別人哪裡會分析到像你這麼精細 分析只是說有可能 也有沒有這種可能的事情嗎 也有不可能的 概率 這個其實跟我們做交易是一樣的 概率學 概率基本上到了基本上就可以 就任何事情它都是發生 都是一個概率的一個事件 所以這個我覺得你們可以學一下 這個裡面的一些 對啊 我聽你的分析 我感覺你分析的概率很高 很高 可以 那未來一邊走一邊看 反正咱們現在也都互相認識 咱們後面再看 我的建議是你如果家裡人 有人是想從事芯片行業 那就大膽的去做 後面應該想要突破 想要突破沒那麼容易 但是呢 你說完全沒機會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因為我在說一個另外一個新聞 就是最近有一個 有一個公司叫什麼來著 做顯卡的 那個做顯卡的叫什麼 NVDI是叫什麼 大家知道這個公司嗎 NV這個叫什麼 做顯卡是叫什麼來著 因為我每次看到這個新聞 我是記下來了 但是啊 英偉達我不知道 大家知不知道英偉達這家公司 大家知道嗎 因為不知道 英偉達 英偉達你們不知道 英偉達好像通過 你們都不買顯卡的嗎 我的哥們 你們都不買顯卡的嗎 英偉達你們不知道嗎 英偉達 我的那個顯卡不是英偉達的 我的那個顯卡不是英偉達的 我的買的是叫人家跟我配好的 OK 好吧 這個 說句實話 你們這 你們連電腦都那個 英偉達最近有一個事情 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什麼呢 就是拜登不是制定了一個規則嗎 然後呢 英偉達呢 就制定了一個反規則 就是說我在符合你美國政策的基礎上 符合你這個美國這個政策的基礎上 我把這個芯片把它改造一下 再經給中國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過這個新聞沒有 這個新聞的原版 好吧 就這個新聞 那這個新聞其實說明了一個什麼問題呢 這個新聞就說明了其實 其實如果想讓芯片完全的封禁 其實很難 因為商家就是賣的這一個 不管是英偉達也好 還是英偉達也好 還是英偉達也好 它他們都是有一些利益在裡面的 有些利益在裡面的時候呢 你光靠一個意志政策在進行封 我覺得很難 除非後面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拜登政府那邊 是不是還有一些新的一些政策 又會出來 那如果又會出來了 咱們就再來看啊 這個目前來看現在有缺口 目前來看現在確實有缺口 老師這一次美國選舉選到哪個了 都沒去關注 這個是眾議院 這個跟總統選舉2022 那個眾議院的那個選舉 總統選舉2024年 2023年才會舉行 這個還夠沒有呢 2023年的10月份舉行 現在是眾議院 對啊 他現在他聽說 美國不是先舉行兩年預選嗎 現在是眾議院 知道嗎 眾議院完了是參議院 參議院完了才是總統 所以夠沒有 是這樣子是吧 有眾議院支持才有多花權吧 老師 這個 這個咱們不太這裡討論 這個美國的這個體制問題 哈哈 他說這個普京也在等 等這場選舉 跟普京沒關係 實話是說跟普京沒關係 普京準備開打 太打 普京撤軍了嗎 沒打 俄羅斯基本上打不贏 目前來看基本上是打不贏的 所以來說 好吧 看還有什麼問題 沒問題 咱們就結束了 就稍微聊一下吧 今天主要聊一下 明天我們會在9點半的時候會有一個專門的講這一塊外匯和股票方面的一個公開課 希望大家過來捧個場 好嗎 好的 但都不懂 好的 好的 不懂沒有關係 你看我們 就是不懂慢慢的講成懂嗎 你看我們這個圖圖小姐姐 她也不懂 她還是女生 她現在非常著迷 我也不懂 對股票這方面 我也不懂 你不懂 你不懂 過來聽一下 聽一下 聽到了 你就像今天我講的這些東西一樣 聽到你就懂了 所以我來講 王生強 我來講 還是老師你來講 我來講 今天晚上9點半 不是7點半嗎 還有其他的人 明天的人比較多 你們是我的小成員 就是密接成員 別人還有點不合適 好吧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內容 這個內容我是希望大家 就是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今天給你們講的 就是你們會覺得我邏輯還是不錯的 這個邏輯其實就是靠這個東西練出來的 就是通過看這些股票 看一些外匯 它其實這裡面邏輯性非常強 這個以後慢慢跟大家講吧 好吧 這個一堂課也 一個小時也講不完這些這麼多內容 就給大家今天就是開個頭 讓大家知道一下這個東西 後面我會慢慢的給大家深入淺出來講 哪怕你一點都不懂 我保證你聽完了我們這內容也都能學會 他學會以後我買股票了 如果這樣 你要學會了 明天我會請兩位嘉賓 都是我的學員 現在基金行不行 基金比股票的貢獻小了 基金是這樣的 基金它有個基金師 就是股票基金它到底是一個什麼關係呢 股票是指我現在有個股票 我現在就直接買 然後基金是我買一個基金公司 基金公司裡面有一個理財的一個人 我們稱之為叫基金經理 基金經理呢 他認為現在有什麼股票 他可以買 他買了以後呢 就放在這個大池子裡面 然後賺錢和虧錢 其實你現在 你間接的是買的基金 不過呢 你間接買的是股票 不過呢 中間是這個 中間有一個基金經理 幫你在抄盤 你懂這個意思嗎 抄盤 對 那我就賭的是人了 對 你賭的是 所以說 借別人的手去買股票 對對對 是這個意思 但這裡面有一個問題 就是每一個基金經理 它的分值是不同的 你比如說 有一些基金經理是叫消費板塊 那麼這個基金經理 他買的股票 都是跟消費板塊相關的 那麼有一個經理是房產板塊 那麼他買的 就比如說像恒大萬科 他只能買萬大 這個就是基建板塊的一些股票 就是說 你在選基金經理的同時 你還要選好板塊 明白了嗎 我買了一個基金一年 一年很多安投的 一年還虧了兩千多 你這不行 我給你看一下我的 你這太水了 我買的 我買的是什麼 買的是 我看一下 你這不行 太水了 你這 賣的 你把錢轉給老師 讓老師一起一手去操作就好 給你看一下 這是我 三個月 16點 那是怎麼基金 你買的什麼基金 我買的是股票 你沒看到我那個群裡面會分享一些 我就是股票嗎 股票的信息嗎 我沒帶你的群 你這個是一個月下來還是 這一天的買賣出幼 怎麼可能是一天的一個月的 基金三個星期全部飄紅 這個星期全部不行 你要會選 你不能是說你自己瞎買 你要自己選 好吧 這些技術知識我都會交給你們的 這些東西 我說實話 你真正能在家躺平的不是隱私的技術 就是這個技術 這個技術才是能夠讓大家能夠躺平的技術 我剛才說了我準備出去旅遊 你想想 我在法國羅夫宮我做筆交易 和在廣州做筆交易 是不是沒有區別 對吧 這個只要有它網 有台手機 我都能在這裡做交易 那是不是沒有區別 沒有區別的情況下 所以地域是不會有任何限制的 好吧 明天我會給大家講專屬這個板塊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多拉點人一起來 明天來聽 太期待了老師 我期待了 睡後收入 睡後收入 睡覺後收入 對 白山收得非常對 你比如說你做隱私 你想想 首先接單這個玩意兒就很難賺錢 你就是很難去接單 對吧 那這麼說只能單言於愛好囉 這個我不多說 你可以自己嘗試一下 好吧 這個我不多說 因為畢竟我覺得十方還是不錯的 這個我都不多說 但是影視行業現在非常卷 這個是事實 影視行業非常卷 你可以做一些抖音快手 他們的剪輯手 十方教育的系統還是比較成熟的 對這個是非常好的 十方教育在旅灣上面是做得非常好的 這個實話是說 這個是做得非常好的 你們反正也是學了影視 你們自己可以判斷一下 就是我給大家推薦的這個技術怎麼樣 大家可以明天來聽一下吧 好吧 拜拜 我今天跑步都還沒跑 下去跑步 抖音號不好 9點半還是7點半 9點半 明天晚上9點半 沒有白山同學 你在抖音上有一些不是有在做那些 做那些短視頻的嗎 幫人家剪輯嗎 你們去試一下 那個不是白山 這個白山我記得 他是咱們班的班長 大家還記得嗎 不是白山嗎 是白山 不是 是文秀峰 文秀峰 文秀峰也在我們這裡面 白山 對呀 那個 救夢就是 就是他嗎 好像 救夢 文秀峰好像沒看到 怎麼沒看到 我查了一撒在最裡面 救什麼夢 救夢好像 就叫做救夢 救夢 叫什麼 我的 我就叫 新於 救 新 我真正的 衛生 新生 季神 曹摩哥 你的 你的信號好卡 方圓百里 我們這邊的信號都很差的 有時候在做雲教室都做到一半都要重新做 搞得有時候都郁悶死了 好吧 這個接單的事情就不聊了 你們馬上時間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看沒什麼問題我們就明天見了 好 拜拜 拜託大家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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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要在十方那邊提我的任何事情 好嗎 謝謝大家 我幾乎都跟 那邊沒有臉 不要在十方那邊說 是吧 哈哈 你在說什麼 沒聽清楚 很正的 不能說 有些事情 信號好卡 我的好卡 我的剛才斷了 我說有些事情不能夠亂說 特別是在十方那邊 因為我們是在十方那裡認識的 對不對 對 好的 謝謝大家理解 謝謝大家理解 那今天就到這裡 明天再見 謝謝大家